快點兒 歡迎大家來到六幻彩的時間 又來到六幻彩 說完這關我今天選擇的何選擇 首先是頭關是 3T 長次 活力長升 宿程 應該會好 兩次都跑到意外 另外合約精神,莫爾拉選應該不錯,潘頓說要加情,我不相信 神州馬車,這匹馬贏完上次很輕鬆應該有機會再贏,還有進步 另外第六關也是三天尾關,選三隻都要小心一點 另外閃電俠這匹馬之前跟夢想成金那種很強,過谷草可能不對 幸運飛鷹對著達心星不是輸很遠,隔了二十多天之後再出戴眼罩擺前走 或者都可以增情成功,電子群星上次贏的美麗多多都是強組 看看加了十磅會不會死他,另外轉星靈鎚十四檔 肯早段放的檔位影響不大,生生勝勝上次追得好 今次有個好檔給他,亦都可以再近一點,換了何永年會好一點 堂堂幸運上次潘頓砌到開花,看看增情不用追得那麼辛苦 至於第八場我選了一隻,即是連連潘落 用周俊駱應該可以保重 至於九場,選兩隻,全民皆知和好運 全民皆知應該在外檔放到,有三班千六、千八 谷草不報,燈酒來捕泥地也有信心 好運,偉達不放人,用周俊駱也有心搏 至於美關,超能力一隻本來可以 搏阿冷試試一隻辣神 減了九磅跑出來又會不同,泥地對手不同 好,這次時間又差不多了,六環彩大家都想知道我選了哪些 在我旁邊的波波,剛才說得那麼快,大家不用抄得那麼辛苦 好,多謝大家看這個六環彩環節 下次有時間再跟大家聊過